说到韩国大事女团绝对会有TWICE和BLOBING的一席之地 不过最近他们的粉丝却是长成一团 让大家看了超级傻眼 原来是最近到纽约参加时装周的TWICE多贤 在这期间进行了直播 边播放TWICE的歌曲边跟粉丝互动 却因一个举动 一位我的LISA粉丝很不开心 嗯? 뭐야? 哦! YouTube 광고 就因为多贤跳过LISA歌曲的广告 让BLOBING的部分海外粉丝觉得他这样做 很不尊重LISA 到他的IG开骂 敢跳过BLOBING的歌曲 没有礼貌 拜托你认知一下你做错的事吧 甚至还跑到品牌方的IG 对多贤留下仇恨评论 在推特趋势要求多贤道歉 惹得不少ONCE留言还击 好多网友也都觉得多贤超级无辜 不懂他做错什么 到底谁会把广告看完到最后 这也让人不禁想起当年彩音 因为染热跟LISA一样的举法 惨遭出征 粉丝真的要理智一些才好啊